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正式的讲了 我们一些具体的支点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第一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数据集的构成 那这个数据集的构成 我们说了 从历史数据当中获得规律 对吧 我们从历史数据获得规律 那么这些历史数据 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式 或者说它大多数存储在哪 那前面你学过这个数据分析 你大多数的这个数据 都是在读取什么呀 你的数据都是存储在什么的 你们前面读的都是什么 是文件吧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要强调一下 在机器学习阶段 我们的数据基本上 或者说大多数公司 都不会存在数据库的 然后机器学习的数据 大多数都存在什么呢 以文件的形成 当然也不可能只有csv这一种 对吧 肯定有其他的文件 后面我们会讲这些东西 csv文件 比如说cs文件 那为什么它不存在 比如说这个什么 my circle 对吧 你们前面这个 这个jango里面 my circle 或者说这个mango 对吧 就先叫my circle 它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my circle 它是容易遭到一个性能瓶颈 性能瓶颈 性能瓶颈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量 当达到一G 或者700兆800兆的时候 那你以前数据有这么多吗 没有吧 你的客户数据 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字段 对吧 字段 你的数据肯定是达不到这个 但是我们的机器学习的数据 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些案例 有的数据基本上都是 两三百兆 七八百兆 或者有的两三G的 都有 那这些数据 那my circle去进行存储 或者去进行词班读写的时候 它是容易遭到性能瓶颈 就是它的一个读取速度 读取速度 遭到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它的读取速度呢 不行 对吧 它容易这个数据一大 它就变得很慢很慢 比如说你查询一个内容的时候 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那还不如我换别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 它在这里面的格式 格式不太符合我们机器学习的 这个数据格式 这个是第二个 格式不太符合 机器学习要求的这些数据格式 好 这是第二个 就是说我读取出来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处理 对吧 还要经过各种各样处理 等一下我们会说 那这里面这两点原因呢 造就我们的机器学习啊 你会发现你在企业当中 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数据 你去获取的时候 基本上不是在数据屋当中的 包括MangoDB 虽然说MangoDB 它的读取性能还是不错 但是主要是它的格式啊 大多数是以什么格式啊 这种Jensen的格式吧 但是Jensen这格式呢 又不太好 让这个机器学习去学习 比如说这个数据还是一个问题 数据格式有问题 能理解吗 好 那所以我们大多数的数据层层的呢 就是在文件 CSV文件当中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啊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叫什么Pandas 强大的建立一个工具 Pandas 那么这个Pandas主要 干嘛呀 读取数据的 读取数据 然后呢去处理这样的数据 那我们有Pandas 第一 Pandas处理的速度 或者计算的这个速度 是不是非常快 那它的这个基于是基于什么的 基于什么 NumPy的吧 基于NumPy去做的 那我们说NumPy的速度非常快 那这里我们可以前面讲过这个NumPy 提到过这样的NumPy的速度 为什么会这么快吗 那这也是一方面银啊 C写的 那我这里面Pandas 或者说我这个Jungle 或者说这里面有一些库 它也有是C写的呀 Python本身的自带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是C写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NumPy为什么这么快 这里我是这个额外的提一下啊 这是扩展知识 你不是一个重点知识啊 扩展一下 那么NumPy的快的原因 我们直接说Python为什么这么慢 首先除了它是动态语言 还有什么 除了它是动态语言之外 对吧 动态语言本身就是慢 对吧 那这个我们不考虑 还有什么 印象印象 还有什么 有一个全局解释心所吧 GIL吧 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去通过多县城去操作 对吧 比如说我开几个四个县城 对吧 但是这四个县城是真正的都去干活吗 并不是吧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时刻只有一个县城去工作吧 不管你开了一百个县城也好 但你也看不到那么多 对吧 你这个某一个时刻只能一个县城去做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机器学习以后 你要认识一个点 就是我们这后面的县城 才是真正的多县城 真正的多县城 也就是说你想要开启四个县城 好 那其实它就是这个后面会详细去讲 就是四个县城并行的去执行 就是说同一时刻 这个县城在干它的 这些人在干它的 第三个县城干自己的 也就是说每个县城都会自己去干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南派 因为我们后面所有的库基于都是基于南派的 那这个南派呢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这个grl的锁给示范了 这个grl锁示范了 非常强的 对吧 那有同学就疑问了 对吧 为什么在南派当中我把它示范了 前面这个框架为什么不示范呀 对吧 这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历史原因 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当初python在单身的时候 很多人为了数据的安全 因为grl锁是不是就为了数据安全 多县城读取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先考虑 我就加一把大锁 对吧 建立一个锁 就不管是 只要你在多县城操作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锁限制 所以历史原因就是 前面这个 前面这些人呢 就这些发明这个 或者发明tyson这些人呢 他就加了这样一把大锁 加了之后 他其实当时没有体会到这个锁的一个坏处 或者优势也有 对吧 他也没体会到这个坏处 所以 他在很多框架 库里面都使用了 很多库啊 框架等等 都使用了grl这样的一个锁 那么使用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 那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会有一些速度的影响 对吧 但是等大多数开发者 或者等大多数人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库框架已经非常成熟了 做了非常代码 比如说代码 代码量都非常大了 你再去把这个锁去示范的时候 那你就要加上 在很多地方都要加上一些比较小的锁 那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 这个工程量大 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他也不敢再去把这个东西去换掉 没理解吗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好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在这个web框架 其实这个 你通过这个多线程 或者说斜程吧 那你解决这个速度问题 是不是有个斜程吧 所以在Panthon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CPanthon当中 有这样一个斜程概念 在其他语言当中 是没有这样一个斜程概念 原因就是因为 你的加了这样一个GIS 对吧 那这特质啊 这些就是CPanthon 这样的一些程序 对吧 加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GPanthon JPanthon JPanthon 有没有啊 没有GIS 是没有的 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这个GIL呢 它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 好 这里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啊 那所以 NanPy里面呢 示范了这个GIL啊 它的示范呢 就是没有去用这个锁 就没有去用 那 它做的程序 就能够并行去执行了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后面 这些框架 固啊 的速度都非常快 或者说 它计算能力比较强 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NanPy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 额外的提一下啊 这个扩展支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历史数据 对吧 收拾什么格式 或者他们存储 那存储我们说了 大多数都是以文件去存储的 那CSV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这些文件的数据集的构成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多数数据集怎么去获取 或者说我们数据集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可用的数据集 那在这里面 第一个开口 这个应该认识 对吧 那前面应该都介绍过这个开口 那么这个开口的数据呢 特点是什么呢 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数据精彩平台 里面的数据呢 有很多的科学家提供的 都是一些比较准确的数据 然后它的数据比较真实 数据量比较大 好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的后面的案例呢 这里给的完整 后面的案例呢 都会有这个相应的开口上面的数据 我当然是 我呢 已经把这个数据呢 已经很多的都下载下来了 到时候直接发给你们 那这就是开口 然后第二个 看一下UCA 它这里面的收录的这个数据 其实有什么特点的 都是比较专业 比如说 它这里面的数据啊 覆盖了科学 生活 经济等等的领域 这些数据 比较专业 比如说具体的某个领域的 比如说医疗的 或者说这个经济的 对吧 等等等等 每一个领域 它的数据都是有 所以我们继续学习都可以研究 每个领域都可以去做对吧 这是UCI的数据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库 对吧 我们前面几天要讲的一个库叫塞克论 那这个塞克论里面呢 它自带的就有一些数据集 这个自带的数据集呢 它的数据量 比较小 也方便我们去演示结果 就是说数据量大的话 对吧 运行时间太长了 这个等待时间太久了 那方便我们学习 这些塞克论的数据集 那么塞克论呢 这个网址也给了 那在这里 这是三个数据集的 这个网址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数长用数据集的结构组成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这样组成的 有的有的同学啊 有可能学到最后还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怎样组成的 或者说这个数据为什么这样去组成的 我们要想去说一下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特征值加目标值 那我们前面用Pandas去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 大多数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啊 特征值加目标值 大多数是什么样的数据啊 你想想你前面有没有提过特征和目标值两个概念 没有吧 那我就继续讲 那前面我们在Pandas用的这些数据啊 你会发现什么特点 是不是应该是 比如说啊 你这个数据读取出来之后 它的Pandas里面的这个数据格式 是不是二维 这跟多维的是不是一个DataFrame的一个格式啊 对吧 那DataFrame它的特点是有什么 有函索引和列索引吧 有两个索引 函索引我们不说对吧 重点我们来说这个列索引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多数组成事件的 比如说我给了一个数据 好 我现在呢 给我们帮每个人的一些身体啊 或者说这个一些身高等等情况啊 比如说统计这个人 好 他的身高是多少 身高是多少 好 那比如说第一个人对吧 第一个人 或者说我们帮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然后呢 第三个人 好 那么这是每个人对吧 每个人的这样一个身高 多少 身高多少 身高多少 然后呢 再来一个 他的体重 体重数 那么我们前面数据 大部分数据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形式啊 哎 以列的这种形式吧 那么这种列的啊 列的这样一个数据啊 列别的这些数据 我们称之为呢 特征值 把这里面的所有的数据呢 我们称之为特征数据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说出啊 这里面的这些值啊 就可以把它称之为特征 对吧 这个身高也是你的特征 这个体重也是你的特征 那我们想想 为什么在机器学习 就当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数据去进行分析呢 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目的 什么是 我要分辨的 我要去分辨 我们把男女啊 我要去根据一些特征去分辨男女 注意到这是一个分类 对吧 我要分辨男女 那如果说我不让你去看到你 不让你看到这个人 对吧 你一看到人 你肯定知道这个是男之女 对吧 不让你看到人 我就让你看到数据 我给你一些数据 比如说身高 体重 还有 比如说这个皮肤 对吧 比如说皮肤的这个颜色 好 这也是特征吧 都属于特征 对吧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 比如说这个 头发长度 好 那我就举这几个 如果说我不让你看到本人 你只看到这些信息 那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根据 不是说给了这个人 对吧 他身高多少 体重多少 颜色多少 全多少 你能不能根据这个东西 能大概的判断一下 他是男是女啊 能吧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些影响因素 是不是干扰的 你去分析了 比如说头发 皮肤颜色 皮肤颜色 大多数我们这个 只要是亚洲人 是不是皮肤颜色 都差不多吧 假如我给的一个 皮肤颜色 对吧 男的也是黄色 女的也是黄色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 会影响你去判断 所以我们在给一个目的 你要干什么 对吧 你目的要干什么 你要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收集他的一些特征 也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的话 你如果是自己去判断 你能判断吗 还是以我们这个客户来举例子 你看不到这个客户 你拿到了就是什么 客户的资料吧 你看到客户资料 拿的是他的数据 你要根据这些数据 来对他进行一些判定 预测他贷款多少 预测他的类别 是要根据这些东西来判断 所以我们要根据的 就是这些特征去判断 所以我们继续学习 大多数数据是怎么样的 就是由特征 由大多数有特征去做 做成的 但是注意了 这里面的特征 并不是所有的特征 都是必须要 有些特征是不是 有可能是要去删掉 或者有些特征要注意处理吧 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目标值 什么是目标值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事情 你的目标值就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这里想要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要分辨男女 那你的目标值 是不是叫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吧 就是这两个目的 你要干的事情 就是两个目的 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这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组成 好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